請各位開啟黑名單篩選這一題 這一題其實工作也還蠻常會遇到一種狀況 就是你要比對兩個範圍資料有沒有一樣的 或者有沒有新舊版本 以前我發現很多同學不會用對的方法 眼睛在那邊比來比 甚至把它列印下來慢慢在那邊比 那會浪費時間嘛 所以如果你假設希望知道說 比如以這一題來看 這一題也是某個同學上課的時候發了一個問題 他說老師我每天都要比對一大堆資料 包括黑名單 那這個黑名單裡面 比如說老闆給他這麼多黑名單 兩萬多個黑名單 OK 卡住向上 卡住向下 卡住向下就一直跑到底就對了 那也就是說這邊總共有兩萬多個黑名單 要讓他查 就是這個是黑名單 然後前面的話是要查的資料 那我想知道這個查詢名單 卡住向下 假設這邊有一千個人的E-mail 那我想要知道到底這個一千個E-mail裡面 有幾個是黑名單 那請你幫我把查到的結果呢 直接就複製到這邊查詢結果來 那當然最好是以往的作業就是你可能還要做人工作業 所以你可能要切來切一切 那所以最好我的目標是希望說 最好乾脆把它寫成VBA 以後的話 如果前面有新的查詢資料 那我一個按鍵按下去 馬上就直接有個結果就好了 我根本就不用比對嘛 對不對 那只是說呢 我要用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的完成這件事情 當然啦一想應該也就知道 如果用那個什麼 函數來解 用E-mail裡面函數 這個有嗎 OK 不過啦理論上其實 有一個函數還蠻好用的 不是說函數都沒有好的 在裡面其實有一個 我覺得還不錯的 所以呢 當然也許你可能不知道哪一個函數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所以呢 我第一件事啦 我先試試看好了 那我就跟那個Chubby問一下 我說 請你幫我做一件事情 那一樣啦 我就是把 這個問題 直接就問了一下Chubby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我要的答案 其實就是Excel的公式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請你給我一個什麼呢 Excel的那個公式 所以我就把這個問題 其實還蠻直覺的跟他講說 請幫我撰寫一個Excel的公式 然後做什麼呢 其實這個應該還蠻容易理解 就是將A2 A2這個 這個 其實我只要比對出一個 其他向下填滿就好了吧 所以呢 把A2的資料呢 比對呢 那因為他跨工作表 所以將來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的敘述哦 這個A2指的是你目前沒切過去的這個A2 所以你這個A2前面不用跟他講 哪一個工作表 因為你目前 目前就這個工作表 當然如果你假設要更詳細一點 你可以跟他講說 我要 將什麼 將 查詢名單工作表 或者是工作表為 查詢名單 好像查詢名單工作表比較比較直接一點 查詢名單工作表的 A2 資料比對什麼呢 比對這個工作表 所以跨工作表的話 你也要跟他講說 黑名單工作表 有沒有 的什麼呢 的A欄 所以你黑名單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這個啦 當然你也不用直接跟他講說 A2到 比如從A2Ctrl向下 到A的2223 其實因為這個範圍會變動 所以你比較直覺的應該怎麼 直接跟他講說A欄就好了 A欄就整個啦 OK 以後如果你資料增加的話 或減少的話 那沒關係 反正都在A欄 所有資料 OK 加一個所有資料 然後計算相同 有沒有 就是幫我比對一下 計算有沒有一樣的 所以後面的話 我跟他講說 計算相同資料的數量 也就是你幫我比一下 OK 算一下 有沒有相同資料的數量 所以我當然假設 不是啦 我不是要用哪一個函數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那你會發現 其實Chall EVP真的還蠻聰明的 有沒有 他馬上回答說 你可以使用Excel的 什麼呢 Count if函數 他直接跟你講說 這個函數可以做到這個功能 可是你想說 他怎麼做 甚至他底下 還幫你直接把公式寫好 所以我就直接把這個公式寫 把它複製 有沒有 直接貼過來 那貼的位置 當然就貼在這個B2的位置 把它貼上看看 貼上 OK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他馬上呢 得到1 那什麼是1呢 實際上 就是這個E沒有信箱 在黑名單裡面的數量 是一個 那一個表示什麼 那就是有啦 OK 那沒有是什麼呢 沒有就0嘛 所以喔 根據這樣的邏輯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直接快點兩下就好了 不過快點兩下我看一下 這個要不要鎖 因為這個範圍不是固定 是A 冒號A 指的就A藍 所以不用鎖起來 直接把它向下填滿好了 OK 他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幫你快速做比對 所以你向下填滿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他因為呢 這個藍是A藍 所以基本上不用鎖 OK 除非說你是A2到A什麼 2223 OK 那如果是那個範圍 那你記得一定要加淺的符號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底下的話呢 如果是1 那表示在黑名單裡面有 如果是0的話呢 那表示黑名單裡面沒有 那我要得到的結果是 我要得到的結果 是要把什麼 把那個1的部分呢 留下來 把0的部分不要的話 那最後其實你可以再配合一個功能 不知道各位應該有用過吧 如果你要留下1 把0隱藏起來的話 用什麼功能 不知道各位有用過吧 油標先放B1有沒有 在資料裡面有一個功能 這功能還蠻重要的 當然你不一定要寫程式 我是覺得如果 以實料裡面有 比寫程式還要快速的簡單 那你就用內建功能就好了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你可以用什麼 用篩選就可以了 有沒有 其實篩選就像漏斗一樣嘛 反正你要的留下來 你不要的幫你隱藏掉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做 可以把這個油標放這邊篩選一下 那篩選它會出現什麼 出現這個有沒有像箭頭 如果你要篩選取消就按一下 所以這個篩選其實就 按一下就有 按一下就沒有 有沒有 所以以後你看到呢 假設你的欄位上面 有這個下拉清單的箭頭 那表示你篩選是有被啟動 那如果你要關閉很簡單嘛 再按一下比較好 那如果假設你要留下1 不要0的話 那怎麼做 就很簡單喔 按一下這個箭頭有沒有 它會留 它會問你說你要什麼 有沒有 那當然有幾個方法啦 直接打勾 直接留下1就好了嘛 有沒有 那0的部分如果沒打勾 它就不會被顯示出來 所以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 如果只有1的話 那表示說呢 這些就是你的黑名單嘛 所以最後其實你就直接怎麼樣 可以再把它Ctrl C 有沒有 然後呢直接呢 Ctrl V到查詢結果這邊 把它貼到A1上去 這樣不就解決問題了 OK 所以喔 如果假如啦 我們不是用寫程式的方式來完成的話 那其實是可以這樣做的 最後如果你要把它恢復 怎麼恢復 很簡單嘛 篩選再按一下 它0又出現了 OK 好啦 請各位先試一下 所以剛剛喔 最重要的這個公式喔 是用那個 Charge BD幫我們產生的 這個的話是 我看一下 應該雲端白板上面我有放嘛 雲端白板上面 這個黑名單篩選程式嘛 切過來這邊就有了 其實就這個公式啦 那後面呢 我是多了 用了一個 向下填滿喔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啦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的功能 篩選 這個太重要了 這個如果不會用 真的很多事情會做不出 其實它就是查詢啦 也算是篩選的功 然後你這個可以把它打勾取消就可以了 然後呢 留下1 並且把 留下來的 直接呢 就Call過去就可以了 那其實跟各位講喔 零的部分不是不見喔 它其實只是隱藏起來 所以你如果把這個 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個那個 隱藏的狀態 你把它往下 這邊底下有沒有一個箭頭 其實你往下拉有沒有 你會發現 它是躲在這裡啦 所以其實它不是不見喔 它只是隱藏起來 那將來你在選擇 那個資料的時候 它不會被選到 所以Call過去不會有零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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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到